台南市政府担救在关注 禄施核心还有入行团的议题 包括市委员林美燕林一营 积极在关注上关的问题 从111年开始来推动 定位、家位 市长会议到20号的 阿波和康纳乡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来迁述 台南市市政府向逢 定位、家位合作的鼻梦力 既然会认定 安平区、南区的市委员 产生人林一廷 到现状来积极关注 禄行相关的议题 自己生理的基本需求 这个不应该 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而影响 因此我们 今年度正式来 透过跟 看来像公司的签约 能够开启 对这个议题的重视 也希望唤起 很多社会各界 对于这个议题 大家一起来 关注我们的孩子 现在其实除了很多 除了我们基本上的 这个营养午餐的需求 但生理的 这个月经的 这个问题 其实大家 应该更 投注这个关心 那所以说 我们期待 这个跟 看来像的合作之后 能够一直持续 那有更多更多好朋友 来投入 来支持这个计划 到局中 正心会标识 为了要 6次 CEDAW 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还有 向性 连国的 永续发展目标 一直不断 在努力推动 好方性别 平定的教育 还有关系的 力学核心 的最关进去 事实上是 想要整个联合国 那对于 这个性别的一个平等 那么怎么样让 一些 这个学生 尤其是弱智的学生 在生理期来的时候 不会有所谓的贫穷 也就是说 他会买不起 而影响到 他的所谓生理 还有经理的一个感受 以及健康的一个发展 所以 我们之前 在去年 那社会局 还有 许多热心人士 也谢谢我们带总 事实上就刷一些 办理了三个月的 所谓示范 那对于 临近地区 有17所的这个学校 提供三个月免费的 这样的生理用品 那加会了我们一些 是一个偏向的一个学生 我是说 这来一来就学了 可能 西北枝开始在用 台北枝开始在用 台北枝开始在用 那我们 我们正用 他们才对的在用 那我们的情绪比 他们的情绪更厉害 哈哈哈哈 这事实在是 现在 现在 来 这个管制要来 那个管制要来 那个管制要来 如来如接就对 所以 所以 在这 时间够 如果说 大家都要来找我 我会去 这次 在透过爱心 企业合作的模式 会到 让孝文的 性别平定 近向前一步 当时也希望 可以有 经济的企业 可以到 共同做会参务 提供性别平定的观念 来搭着一个 优先孝文 更有下期 带来新闻有品言 彩虹不得 性别平等办公室 站不站 站